上焦要清,中焦要通,下焦要泄 一方通力三焦,百病自消 三焦不通,百病生 三焦从位置上看 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肝胆 下焦是肾、膀胱和大小肠 可以说,上、中、下、三焦都有各自的特点 去调理的时候,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是上焦 皇帝内经里说,上焦如雾 啥意思呢?上焦的心煮血脉,肺煮宣发 他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气血布散到全身 大家见过焦花的喷头没有?喷出来的都是水雾 对吧?所以说上焦如雾 上焦不通,就得把这个喷头给清理一下 然后是中焦,皮煮运化,味煮瘦 脾胃就像是个加工厂 把食物中的精华往上输送给肺 糟粕往下给肠道 所以中焦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堵不通 中焦出了问题,就得通 最后是下焦 下焦咱说了,肾、膀胱和大小肠 跟二变关系密切 是身体垃圾重要的排出口 所以下焦的问题就得卸 这么一讲,可能有朋友会说 好复杂,听得晕晕乎乎的 不要怕,今天崔升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 能够同时打通上中下三焦 这个方子就是三仁汤 三仁是杏仁、寇仁和义仁 杏仁宣肺,寇仁唱脾胃之气 一人立下焦水湿 又加上一派行器化湿和清理湿热的药物 能够清理淤堵在三焦的湿热邪气 打通三焦 但是要注意,这个方子针对的是 湿热组织三焦引起的三焦不通 其他症型并不适用 所以说,如果您又需要 要在专业医生辩证后再来用药 不要擅自用药 谢谢大家